坏的叔叔 坏的叔叔 OK 這樣子 應該就可以開始錄了吧 哈囉大家好又見面了 我是Fyrewhide的叔叔 嗯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啊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喔 就是 很多人啊 會在詢問 究竟老師 我該縫的時候 我應該是縫髮斬好 還是我應該是縫臨斬好 OK 那今天啊 主要就是 特別的舉一集 就是以發展跟臨斬來作為對比 來讓大家知道一下 臨斬的效果是怎樣 還有發展的效果是怎樣 那平常如果各位 自己去做製作手縫的部分的話 該選擇什麼樣子的斬喔 在這邊我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啊 發展跟臨斬的關係 那 這問題我其實想了蠻久的齁 因為大家一開始接觸的臨斬 可能都是台製的 或者是Elu的齁 有的人說Elu 有的人說Eli 好那我這邊啊 呃 因為我手邊的Elu跟QriV的臨斬齁 我都有稍微的做了一些 拋光跟改裝 他都被我摸得比較感染型的齁 就沒這麼的菱形了 所以這樣子來做對比跟示範的話 好像比較難去解釋出 解釋出臨斬跟發展的差別 或是斜坪斬的差別 所以啊在這邊的話 我會使用的臨斬的部分 會是使用鹽田屋的10號的臨斬 那鹽田屋10號的臨斬 換算成間距大概3.3多左右 因為日寸跟發寸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發展的部分的話會是3.38 那發展的這個部分啊 我會使用的是 就是葉民斧老師的這一組發展 剛好也是3.38的 那用這兩組來為各位做介紹跟解釋 就是發展VS靈斬或是斜坪斬或歐斬 或是60斬 都是屬於這種比較斜齒比較薄的這種 斬類的差異化跟比較到底是在哪裡 OK首先為什麼叫靈斬 靈斬的部分啊就是他敲下去的洞 會是菱形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些靈斬啊 敲下去的時候 基本上它的洞都會是菱形的 那隨著間距不同 每個菱形啊它的那個韌口的粗度 就是厚薄度跟斜度 每一家廠牌在做的話也都會不太一樣 那其實早期的靈斬 我們是用來縫一些比較粗曠的啦 或者是大家剛開始接觸皮革手縫的時候 都是從日本那邊獲得資訊的 從日本的這個部分衍生過來 我們一開始都是使用靈形斬 去進行打動跟縫製的 那靈形斬的好處呢 就是它的尖點 它的最高點刺穿的點 它是一個尖形的 它不是一個斜面的 所以呢通常我們在用靈斬的時候 在對的時候 我們會在我們的邊框畫好線之後 將這個尖尖的 錐的點啊 或是金字塔的點 或者是有點像是錐子 反正它的前面的尺的結束 就是一個點 我們會把這個點去對在這個線上 那讓各位比較好在初學的時候 可以去對到線 然後打在線的中間 讓我們的縫線是處於比較直的狀態 靈斬啊這個部分啊 它打出來的洞啊 相對會比較大一點點 因為早期在手縫的時候啊 大家還沒有使用那種三股線的習慣 在台灣很早期的時候 或者是我自己剛開始在接觸 皮革手縫的時候 用的都是一種編織的蠟線 那這種線可能是六股八股 或是更多股去做編織成一條線 所以這種線呢它相對來說比較粗 那比較粗的線 當然就需要比較大的洞 跟比較粗的針 才可以比較好的去穿過 那隨著後面呢 越來越多不同的材料的進化跟眼鏡之後 才會有這種三股的尼龍線啊 或者是麻線或者是魂紡的 這些不同粗細的線鏡的現出線 所以啊早期在縫製這一些 比較手感型的東西 或者是大家印象中比較有手感 比較粗獷或比較有手作感的 大家一開始呢都是使用靈展來去進行縫製的喔 使用靈展有一個好處 就是大家剛開始做的時候 靈展啊大家習慣是可以直接把它打穿的 因為打穿之後啊它的背面就其實只有一個點而已 除非你打的非常的大力或是動非常的大 它才有可能會出現另外一個相反的菱形的形狀 不過一開始做的話大家通常都打 能夠讓皮的背面看到一點點它真的那個 斬的那個尖尖的點點就夠了 就可以來進行手縫的動作了 發展啊其實也不能說是發展 像最近大家有不一樣的很多不同的名詞 其實有的人說是斜平展 歐展 發展或六零展 那其實啊它簡單來說呢就是另外一種 急穿皮革手工縫製的展 它的線在縫的時候啊會比較呈現一種波浪狀 然後我們在敲打皮革的時候 它敲打皮革的那個接觸面 它會是一直線的接觸面就跟零展比較不同 零展是一個點 那發展是感覺像是一個刃口一樣去把它切開的 那當然也有 最近有所謂的 頓展 跟比較銳利的展 銳利的展就是一個刃口去把它做切開 頓展就會是它的刃口沒有這麼的銳利 但你敲打的時候可以讓我們的皮革有比較凹陷的感覺 那這兩種 都沒有對錯就是看你們自己喜歡 哪一種方式去做打動跟敲打的手感是你們喜歡的 沒有最好的工具 只有適不適合你們自己的工具 那發展啊或六零展啊我們這邊都先簡稱它為發展好了 因為大家這樣都叫 這樣叫 六零展都一樣 我們就簡稱它為發展 那這種發展啊或者是六零展 在敲打的時候 它的呈現呢不會在線上 所以你如果說你是想要用一條邊線去對準這條線的中間 其實會比較有難度 所以呢通常我會建議的是你一樣是拉一條我們手縫的線 但是你可以稍微的偏左或偏右 找到適合你們自己喜歡手工縫製的那個間距 是寬還是窄 那對的時候對在這個斜平面的左邊或右邊 這樣子才可以比較好的有效的去對齊一個直線 因為畢竟一個是點去接觸皮革 一個是面去接觸皮革 所以在敲打的方式上面跟對齊的方式上面 就會稍微有一些不一樣喔 發展啊要注意的一個點是通常在敲打的時候 有兩種方式 如果說你們的皮革不是很厚的話 我是比較建議的話 薄的可以稍微的擊穿 但是如果很厚的話 千萬不要嘗試著去一下就把它打到貫穿 因為發展它的尺啊比較薄 然後也比較銳利一點點 所以如果說品質沒有很OK的發展 在進行比較厚皮革的敲打的時候 要嘛很難拔 要嘛不好敲 那要嘛是你敲了之後 因為它是整個平面下去接觸皮革的 那就會變成越厚的皮革 你直接敲穿的話 在縫的時候那個線的間距看起來會越小 因為你的皮革比較厚 它往下下線的就比較多 所以縫起來的時候這個縫線就會相對的看起來 比較一點一點的喔 比較那個線跡沒有這麼長 那發展啊現在有很多的職人啊 都是使用發展來做一些比較精細精美的一些精品類型的皮革 那這個也很棒 當然現在有一種是正反兩邊都分開做的齁 那這個的部分可能你可以做雙面打孔 就是兩片皮都打完洞之後再對貼 那或者是你的力道能夠控制的很好是 就是單面打孔對貼之後再從另外一面打孔 讓兩邊的孔在中間相繪 這個也都沒有問題 所以如果想要做到這種雙面都是有一個斜度的縫線的時候啊 在打孔的時候力道就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那或者是在不積穿的狀況下 你們可以配合使用發錐或者是60錐 就是那種扁扁的錐子去進行刺穿的動作 就是你變成是你的斬子是做一個記號 或者是在皮革上面只敲一半 那真正的貫穿或是在手縫之前 使用我們的錐子去進行刺穿再進行穿針跟拉線的動作 這個也可以讓你的作品的精細度有很大很大的加分 說了那麼多呢 很多同學一定就會問了 老師那你講了那麼多究竟是發展好還是零展好 其實這兩種啊我都很常用 那今天會來做介紹的話 其實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其實風格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像我個人啊比較喜歡 騎士的跟日式傳統的這種有雕刻或是西部的風格 我個人比較常使用的就是零展 或者是間距比較開一點點的發展或六零展 看作品的厚度來做使用 像是比較厚的部分的話我還是喜歡用零展 因為它去做刺穿跟手縫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發展或者是六零展的部分 在做雙面打孔或者是比較精細的皮革 比如說長甲短甲零錢包這種比較小的物件類的時候 我們使用的發展或六零展它的洞會比較小 那縫出來的線機也比較好去跟隨你的線去做調整 因為發展的話通常它的孔位大概就是2.0到2.2之間 所以再去搭配線的部分啊 你如果是發展的話你可以搭配大概0.45到0.5或0.55的線 這個區間都是可以的喔 它縫出來的感覺會不太一樣 所以說這兩種展類啊 差別就是零展洞比較大 然後好打厚一點的皮革 你可以容易的單面積穿 然後對你的邊界跟間距比較好對 但是相對的來說它的尺寸沒有這麼多選擇 縫線的話也必須選用比較粗一點的 才可以把線孔填滿 發展比較適合做精品類的風格 它呢要對線的話呢必須把你的參考線 兼具的參考線畫在左邊或右邊 以對單邊的方式去進行敲打 想要精細風格的人呢可以敲單邊在手縫的時候 直接用那個髮椎直接去做刺穿 然後想要雙面都打孔的人呢 你可以選擇打完之後在另外一面貼合好之後再打 還是說兩邊都打完之後對貼去手縫 當然這個是每個人的精緻的習慣跟細節度的不同 孔比較薄 洞也好打 可以打單面或雙面 但是厚的皮革就比較不建議用發展 直接去做擊穿的動作 然後縫線孔比較小 尖距跟線比較好去選擇 它的選擇比較多元 所以說了那麼多 這感覺其實有一點像是平底鍋跟炒鍋的概念 這兩個鍋子其實沒有說哪個比較好哪個比較不好 真的就是看各位喜歡的風格去做選擇跟搭配了齁 那其實大家也不用一開始就急著一定要去選擇是你要買零展還是發展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預算習慣 然後聽從各位的比如說老師或者是網路上面的教學去選擇你們要的工具 其實所有的展類你只要磨得好拋的量 使用起來都會非常的得心應手 而且順暢跟好拔展喔 說了這麼多 我其實是希望在看這部影片的人可以稍微的簡單的去理解一下 就是零展跟發展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那如果還不知道要怎麼樣去選擇展類的話 我會建議一開始先買便宜的零展 大概就是4.0左右的就OK了 那你如果覺得你4.0的都不會打歪 然後你把展也不會把皮扭壞 然後在手縫的過程中也很順暢 縫完之後呢你們想要進行更精細的皮革縫製的話 你們可以再去考慮把尺寸買的越來越小 也不要一開始就買那種2.7的 這對於一個新手來說可能會縫到有一點點做不住跟厭世 所以看預算看需求然後去選擇你們自己喜歡的展 那如果還是不知道怎麼選擇的話 可以底下留言我看到都會回你們喔 你們的觀看跟訂閱都是讓我拍攝這些皮革相關工藝 最大最大的鼓勵還有前進的動力 所以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歡迎底下留言 讓我們知道我們在製作皮革工藝的路上並不孤單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這對我來說會有非常大的幫助喔 那一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Fire壞的叔叔我們下次再見掰掰 掰掰 掰掰 以及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